新北市金门同乡会在卫生福利部双和医院成立了志工队 日前由双和医院院长吴志雄 新北市金门同乡会理事长黄宪平 以及金门县长李沃氏等人共同挂牌 以离岛民众服务窗口的方式 服务到双和医院就医的金门乡亲 并且阔籍马祖、澎湖等离岛就医民众 同时李沃氏县长和吴志雄院长 也为新北市金门同乡会志工队授旗 这几天也将加紧志工编组训练 让志工们熟悉医院相关作业的流程 和医院方配合来服务金门的乡亲 预定下个月9号 志工队就可以正式上线运作 而李县长也和吴志雄院长就今后如何在金门病患后送 转诊到双和医院的医疗联系与服务 进一步交换意见 而院长表示会和县府来配合 设法提供金门乡亲更舒适便捷的医疗服务 让他们感受到说 感谢观看